請你幹嘛這樣過 親自旅遊別煩惱 可以既省錢又輕鬆 因為它交通非常方便 它只要搭捷運就可以到 那做大眾交通工具最好 對啊 最方便 最方便喔 現場就會有一些贊助廠商 像是什麼糖果 餅乾 都隨便你拿 真的假的 真的 玩票錢可以隨便撈好咖 或是1990 它標榜說1990你玩很久 比如說可能這個1990花了之後 好多地方的門票DIY 你都可以去玩 它就是給你接駁車交通 你解決了 你的吃 你的門票DIY活動 全部搬搭在一起 只花了一兩百塊 帶孩子出國 越早越吃香 一歲半的時候 我就帶一個人帶來兩個小孩 就直接殺到歐洲去 那是為了要逃離老公嗎 還是 不希望遇到老公還要快 還要拉行李 這隻小孩快跑 其實我覺得真的把小孩 丟到一個外語環境 它的外語耳朵真的就會打開 講一個很簡單的例子 像我兒子 我在家裡做麵包 麵包機一打開 真的假的 真的 有這麼矯情就對了 跟大自然界教材 養成全能好寶貝 宜蘭的山上 你比較山邊 有一些西樓 甚至有時候不用找西樓 是找水溝 你就可以去撈到那些蝦 這個是我們小孩抓蝦的裝備 對 然後就是我們一個晚上 會撈到這麼多蝦 真的是買的 真的是抓的 要花多少錢耶你 你們不要這樣冤枉他 他到底花了多少 大概差不多 再忙也要出發 親子旅遊全攻略 精采內容你怎麼能錯過 我想我們每一位父母呢 希望帶孩子出門玩樂旅遊 都希望可以一個非常快樂 美好的回憶時光 對 但是怎麼安排是一個重點啊 今天我們三位都是個中好手 安排旅行的 從小朋友小時候都有帶他們出門 旅遊玩耍對不對 對 幾歲的時候 小朋友幾歲的時候 第一次帶他們出去 三個月我就帶我兒子出去玩 三個月 三個月的事 相當的早 甄莉是幾個月 你太早了 我大概兩歲 兩歲 我要他會走路 因為我沒有辦法一直抱著 你知道我們家都比較大隻 沒有辦法抱著我會斷腳 一定要可以走路 我才要大家出來 他體重都快逼上你了 真的 那Vicky幾歲的時候 國內的話都是比較小的時候 當然是強保當中 回娘家台中什麼的 那個就不用算 那出國的話 我想大概是五六歲 我才敢帶小孩出國 為什麼要到這麼大呢 那麼大 因為我覺得 那兩歲以前好省耶 沒有 而且 出國經過多省啊 我們家為什麼會這樣 也是在衝著這一點 對 兩歲快到了 趕快安排一下 我們要去哪裡玩 我們真的 我們真的沒有想到那一點 我們想到其實 小孩生出來那段時間 其實我們連大人都沒有出國 除非是屈哥去工作 所以我也是要托小孩子的福 小孩長大之後 我才可以帶著小孩 跟屈哥一起出國 所以你現在在那裡玩瘋了 對不對 心回不來了 對 我現在就拚命的玩 這樣子 但是如果好 你六歲以後嘛對不對 那你先來 有沒有那種帶小朋友出去 然後比較麻煩的地方在哪裡 我光三個人的行李就非常麻煩 對 第一次去的時候沒有經驗的時候 全部那個行李都是滿的去 然後 就整個還要再買一個行李箱再回來 這種情況太容易了 然後第二次去就非常有經驗 就是專精的一些某些東西 帶著就好 其他的東西就去當地買 再買就好 對 又不是去什麼落後的地方 對 一定都買得到啦 然後所以就變得很有經驗了 就是可能東西就帶得 比較精準一點了這樣子 所以整理行李是最麻煩的事 對 整理咧 我比較麻煩是因為 我女兒大概是滿一歲 我就給她喝鮮奶 所以那時候兩歲帶她出國 其實去哪裡 只要是鮮奶她都喝 可是我... 妳不泡奶粉啊 對 不泡奶粉 我女兒滿一歲 我就給她喝鮮奶 我們要幫孩子泡奶粉 我們每次行李箱都要兩罐 沒有 我跟你講 因為我兒子是到三歲 對 我兒子到三歲 才開始喝鮮奶 所以之前她都是喝奶粉 那你知道帶一罐一罐 其實行李這樣一罐一罐很麻煩 而且她又很佔空間 你要出去 你要整罐帶出去 所以我就在家裡先分裝好 分裝了五十包 真的喔 小包的 你知道嗎 那再加上 因為我兒子比較大隻一點 你知道外面去那種什麼 日本啊幹嘛 他們市都有在賣尿布 可是有時候那個尺寸 就是買不到 我兒子可以穿的 對 所以那時候就每天半夜 大概一點 要不要上你的廁所 要不要上廁所 一直叫他去 對啊 我好怕他尿床 因為跟他睡同一張床 你知道嗎 所以我覺得還滿麻煩的 就是要泡牛奶粉 這個部分對不對 對 真的 那仁府咧 我覺得最麻煩的是我老婆 什麼 帶他們出去玩 我覺得最麻煩的那個人 就是我老婆 今天不是夫妻在控訴耶 真的 我是說真的 就是跟剛剛兩位媽媽一樣 就是每次出去的時候呢 因為我們要負責搬行李的 那我是屬於不用小孩子啦 因為我認為一個人 一個大箱子 我自己一個人應該就可以決定了 小朋友就讓他們自由的去玩 然後媽媽就去照顧小朋友 爸爸就負責來做這些出工 可是呢 每次呢我準備好一箱的之後 等到要出門的時候 就多了兩箱 三箱 就出現了 我說不是我們早就已經 把行李準備好了嗎 我說我突然想到啦 他們如果呢 在這個中介過程上 會冷啊 所以我們要穿外套 帶不夠啊 肚子餓了啊 有零食可以給他們吃啊 對啊 對不對 然後就準備了 就突然間多了三四包 我說請問一下 那我有手可以拿嗎 我就覺得很納悶 在台灣旅遊 基本上 你今天要吃東西 我就下交流道嘛 或者我就去到處都有便利商店 何必在車上塞一大堆 他為了要讓我就是說 沒有那幾包 你知道我開車的時候 我這樣開車開開 我要拿回數票 然後一打開 然後就臨時從裡面掉出來 他把它先塞在裡面 對啊 他後來就被我訓練到 到現在我老婆出門也是一樣 我們家出去玩的時候 大家都這樣 太誇張你們家怎麼會 只有這麼少行李 就是小小的一個登機箱 就是我們一家所有人的行李 四個人的行李 四個人 怎麼可能 登機箱 怎麼可能 我們歡迎大家以後 跟我們家出去玩 那回來呢 你們是怎樣 對不起 五個箱子 回來就會很多 快要採一個登機箱 在框框 因為我們家出去都是這樣 就是一個大箱 然後裡面放小箱 對 然後那個小箱 基本上就是我們平常的 要用的東西 大箱基本上維持 就大概只有尿布 但你為什麼會 小孩子才三個月大 你就開始帶出去玩 我個人跟大家不一樣 我覺得兩歲前 反而要多帶出去 那個時候其實是最好的 因為他開始會跑了之後 你就要跟著他 你認為那一種時候 對 可是如果三個月到一歲之間 基本上你只要餵飽他 有換尿布 你就把他放在搖籃裡面 我們大人就可以坐在旁邊聊天 為什麼不能帶出去呢 這是理想中的狀態 但... 對 他不會跑啊 你看 像這個 這個是我小孩子九個月的 這個是樂樂 你看 你要給他看 他的前一張 他是在多深的海裡 你是在深海 你們看到 他是在那個很... 我們是坐在那個小糧亭上面 往後面拍的 所以他是在那個海裡面 一個人在那邊游泳 他敢喔 你敢喔 你敢喔 所以這麼小的時候 你敢讓小孩坐在那裡 小孩子現在他就不會怕了 YES 你看仁甫是說三個月 三個月 但是可能有的人就覺得說 太小了 對 那到底帶出去旅行的年齡 應該是怎麼樣呢 秋衛斯老師你覺得 有人覺得好像太小 沒印象 其實我小孩 六個月我就背出國了 一歲半的時候 我就帶... 一個人帶來兩個小孩 就直接殺到歐洲去 那是為了要逃離老公嗎 還是... 不希望遇到老公 還要拉行 背著小孩快跑 其實我覺得 真的把小孩丟到一個 外語環境 他的外語有多 真的就會打開 可是不會很累嗎 而且他有印象 記憶嗎 其實他印象是從哪裡來 其實大家都以為說 你看到什麼看到什麼 其實小孩是從 他從聽覺 嗅覺 觸覺 他從眼耳口鼻 從這麼多東西去感覺 講一個很簡單的例子 像我兒子 我在家裡做麵包 麵包機一打開 媽媽 這是巴黎的味道 真的假的 真的 有這麼小情就對了 所以他有... 我還不好意思講 這是巴黎的味道 因為其實走在巴黎 大街小巷 你可以常常聞到這些 巴黎的這種 麵包烤出來的香味 所以其實小孩子 他的印象裡面 他某個這個開關被打開了 所以其實他們在用很多的方式 都是在記一記一記在腦袋裡面 可是當你之後 再用其他方式 再去誘發他的回憶的時候 其實都是源源不絕 一直倒出來 比如說像我在出國之前 我會帶著他們 一起做研究 比如說像巴黎的鐵塔 巴黎的聖心塔 巴黎的凱旋 巴黎的這麼多東西 先帶他們去做好 這些功課以後 到了現場 原來巴黎鐵塔 就是這個樣子 所以可以加深 孩子們的印象 那回來以後 你還可以做一些工作 讓他們不會忘記 比如說 現在大家都有很多的平板電腦 用平板電腦 或者是用數位相框 然後一直去展示這些照片 對 因為你是那時候 看到的這些氣球 它是要變成什麼 所以其實旅行回憶 是可以一直去創造它 一直去提醒它 所以你說小孩很容易忘記 我可以跟你說 其實你是忘了提醒它 該做什麼 真的 這個問題真的很多人也問過我 像我小我女兒 現在十歲 已經出國大概十四遍了 然後很多人說 你花那麼多錢 她怎麼會記得 她還真的很多不記得 但是我說 那有什麼關係 我記得 對不對 我是買的是我對小孩的回憶 不是買小孩對我的回憶 一直提醒他以後 我老了 你也要帶我出去玩 先推我去曬太陽吧 好 不過到底小孩子 幾歲帶出門去玩 比較恰當 然後 對他的腦部發育 是不是真的有幫助呢 徐老師 好 我覺得剛剛 Choice講到一個非常重要的 三歲前的大腦 其實是需要多感官的刺激 因為這個階段的孩子 他的大腦 屬於在發育的時候 所以你在藉由外出遊樂的時候 提供豐富的感覺刺激 他的適應能力也好 他的大腦發育來說 這是一個非常關鍵的時期 接下來 三到六歲之後出去玩 能夠幫助什麼 三到六歲大家都知道 三到六歲的 不管是語言也好 認知也好 他對於周遭的理解力 非常的增加得非常多 所以這個時候 你把書本裡面那隻狗 實際帶他去農場裡面看 原來那隻狗 那隻牛長得是這個樣子 這個把具體跟抽象的東西 Match在一起 就讓大腦這個時候的 認知功能發展得更好 然後接下來 他的學習能力也會更好 那七歲之後的孩子 就像剛剛Choice有講說的 我們出去之前 行前規劃 這個時間 這個地點 我們應該做什麼事情 這是對於七歲之後的孩子 一個自主管理能力 非常重要 一個練習機會 那如果這個階段 你有帶他出國 我們現在很強調 孩子一個國際觀 這樣子你到處走走看看 孩子的國際觀 自然而然就被你培養出來了 不過我覺得 就我們父母在幫小孩子 安排一些旅遊行程 我覺得我們遇到一個 最大的困擾 就是 我到底要怎麼收集資料 我要去哪裡 主題往哪裡走 方向怎麼安排 這個一開始的步驟 很多人是盲目無頭緒 來 齊悅 事實上很多人在想說 我要有心想要帶小孩出去玩 可是呢 要怎麼樣兼顧 大人的需求 對 小孩子的喜好 其實這有些時候 就忠義難兩全 對 所以說 居然你已經決心 要帶小孩出去玩的話 那就請你 小孩子的出發點去看 像我記得 我有一次帶團去北海道 那一團上面 剛好就有小朋友 也是幼稚園的小朋友 那北海道行程 其實是比較辛苦的 他是六點半起床 七點鐘吃早餐 八點鐘行李上車出發 然後開始一路八千 一路雲和月 然後一直吃到晚餐 進旅館 已經差不多九點了 這小孩怎麼受得了 五天四夜 第三天小孩子發高燒 為什麼 因為太累了 可是呢 為什麼我就問他們 他們為什麼要挑這個行程 是因為 爸爸媽媽說 沒去過北海道 那小朋友變成了一個 跟著去的 對 跟著去 像這種行程不適合小孩 我就跟他說 如果說你真的帶小孩的話 那你應該去挑什麼 第一個可能我是度假海島 五天四夜一個旅館不要換 然後我行程很輕鬆 然後我也可以很容易 調節小孩子的體力 小孩子的體力 跟大人不一樣 小孩子你去給他操兵 操沒三天他就掛了 那另外就是說 如果說你是去 像樂園的行程 比如說像 新加坡我就很推薦 為什麼 它叫來環球 隔壁一個半小時 到新山馬來西亞 新山有樂高樂亞 明年還開 哈囉 體力樂園 它就散樂園 那五天四夜三樂園 你看那家長多輕鬆 不是 可是我的意思是說 你在出發之前 你怎麼去決定 你要包裝適合孩子 這個行程 其實孩子 剛剛有講的 他容易累 他早上不能太早起床 他沒辦法走太多路 所以其實我覺得 在親子團的行程裡面 就安排 你可能早上可能要9點才出發 你可能8點有morning call 然後你讓小孩一個緩衝 那你早上 你可能在博物館行程 你下午可能就輕鬆一點 然後在樂園裡面 那另外也就是 要提醒孩子 你可以自己做行程規劃 像我的小孩自己貼了 他想去玩的地方 我上個禮拜才剛從東京回來 他們自己貼 我要去這裡 我要去那裡 我要去戶外 然後他自己就可以翻書 可以做功課 然後你再去整合 是 然後大家一起討論一個平衡點 比如說我今天想要去樂園 可是你要陪我去博物館 我今天想要去這個地方看車子 那你可以陪我去哪裡做什麼 大家去做一個平衡協調 這也是一個溝通 一個很重要的一個起步 好 了解了 所以事先的規劃 其實不要父母一意孤行 對不對 互相的考量一下是對的 所以我們這邊要幫大家 親子旅遊規劃 創造美好的回憶 依照時間的長短不一 我們有三種方向 好 三種建議 第一個就是最省錢好康的 好 輕鬆半日行 半天就夠了 對 半天能去哪裡安排些什麼呢 仁甫 我們家常常會去 大安森林公園野餐 真的夠近了 那個夠近了 對 我們就早上 一早我們就是想說 好 明天我們要去大安森林公園野餐 我們前一天晚上我們就說 你要吃什麼 那比如說他說我要做Sushi 然後我要裡面包什麼料 我們就去超級市場買 然後早上起床了之後一早 因為太早 可能也不會想要那麼早去 我們就起床了之後 小朋友開始來 把所有昨天的料弄一弄 開始捲Sushi 然後各自準備一個小餐盒 是每個人自己要吃的東西 然後就包一包 然後我們就從家裡 也不用特別去買什麼 什麼那種野餐巾不用 就拿家裡的床單就好了 我們家就是拿家裡的床單 好大一片啊 對啊 就很大一片 就是一張床 就剛好一家四口 就可以坐在上面了 我們就直接把家裡那種床單 我們就包一塊這樣子 然後到現場去 就把床單批開來 然後把野餐籃放上去 然後我們就 我跟我老婆兩個 就各拿一本書 就在樹下曬太陽 然後小朋友就在前面 因為那大安森林公園 他那個遊樂區很大 所以我們就直接坐在那個地方 看得到小孩的地方 我們就在那邊看書 然後他們自己玩樂的 就回來吃個東西 吃個東西 喝個水 然後下午要睡午覺的時候 有時候我們就說 那你就直接在這邊 累了你就睡 所以那個地方就說 大人也不會太累 然後又一個很悠閒的地方 然後小朋友這樣子玩 就很輕鬆 我覺得這種安排法 真的勝過我們沒事 只是想得到大潤發佳樂福的時候 在這種比較好一點 對 因為我比較喜歡 小孩子跟大自然接觸 正麗 因為我比較懶一點 就是運動中 我不是很喜歡 所以我會帶小孩 去做烹飪課 就有那種餐廳 他會教你可能有很多菜色 有披薩啦 有蛋糕 有甜點 就是可能只要兩個鐘頭 或三個小時 就是讓小朋友在那 媽媽就坐在外面 喝飲料等他 好 來 Vicky 就從最不用錢的 就我們家小孩很愛看書 所以我們可能就會 花一天的時間 去逛書局 然後就一直坐在那邊看書 那個還不錯 對 然後再來要花錢的部分的話 就是有一陣子 我跟珍莉姐 我們喜歡帶小孩去小巨蛋 溜冰 那一方面也讓小孩去學運動嘛 就是學平衡 然後去溜冰刀 所以我們就 我們家有兩個大的 跟他們家一個大的 就三個人請一個教練 然後每個禮拜天去上課 上個兩個小時左右 兩個小時 然後我們大人還是要 坐在那裡喝咖啡 妳跟他們直接 本來只要冷氣 本來只要冷氣 然後就變冷凍室了 冷凍室 對 已經在那個冰房裡面 全部都冷凍 對啊 很冷喔 趁大家喝這個咖啡 他們也有興趣 然後我們本來還忘想說 會不會以後他們成為 花冰高手啊 想太遠 去去去 結果搞了半天 上了幾個月的課 還是執行退後 但得到歡樂OK 對 那這張照片是 這個也是半天就是 常常台北 不管是台北 或者是台中的 自然科學博物館 會有一些展覽 那像這次的展覽 就是鬼太郎的 其實它是一個平面的圖 可是我們站在上面 照片照起來 就很像是 3D的 對 然後還有 這個是冰原 冰原時期 就是穿著那個 還有冷凍室 你就要穿著厚的大衣 然後就去看那時候 冰原時期的一些動物 長毛象啊 什麼這一類 然後現場會有那個 解說員幫你做解說 那你只要花 稍微的門票錢就可以了 那也讓小孩知道一下 原始時代的一些東西 對 這麼一說起來 就是三位 這半天的形勢還真多 對啊 其實很多耶 都會啊 基本上這個 就是剛剛講的 像你媽講他們說 你要善用政府的資源 其實有些時候我們常說 你怎麼樣去找一些好康的 現在各縣市觀光局都在 都在拼觀光 所以它常常推出很多 節慶活動 譬如說 苗栗大湖的那個草莓祭道 然後還有鑽車 就是你搭接駁車不用錢 那像這種你要怎麼去找 你就去找各縣市觀光局 它的網站上 它有一些特殊的節慶活動 了解 然後它會套票 推觀光護照 那這種套票 有些時候可能是證票 有些時候可能是 他買了一個299的護照 或是199的護照 他標榜說199讓你玩很久 所以說可能這個199 花了之後 好多地方的門票DIY 你都可以去玩 像之前的朱鳴 他也是有跟新北市有做合作 像那個什麼 知山的那個文化生態園區 或者是像之前的小人口 小叮噹 他們都會跟當地縣政府的 節慶活動綁在一起 他就連同你的接駁車交通也解決了 你的吃 你的門票DIY活動 全部包繞在一起 只花了一兩百塊 了解 像這種就很適合我們大家 一可以減便宜 二可以去 因為有政府的資源活動 所以又可以很盛大 不錯 這個很好康 所以像新北市這個 新北市耶誕辰 日期到 11月22號到1月5號 到1月5號 對不對 把握一下時間還不賴 好 那最後一次 還能不能再建一些 比較省錢好康 然後可以輕鬆辦日期 其實我自己很喜歡 自入行銷 就是把孩子自入一些 我想要傳達給他們知識 比如說我們平常看書 看很多的時候 你真的又到博物館 美術館去走一走去看展覽 除了讓他們可以學信場 去感受這個藝術大師的 想要傳達的意思之外 我還可以讓他們有一些 學習大人的社會規範 比如說大家說 小朋友那麼小 你帶他去博物館 美術館幹什麼 可是其實他小孩很會三百歲 他們其實走到這個地方 怎麼大家都那麼安靜 我可以這麼吵嗎 這個社會規範很容易 就這樣帶進來說 其實我們在這裡 應該要做什麼樣的事情 才可以符合這個地方 應該要有的標準規則 剛剛確實推薦那些 什麼比較安靜的美術館 我們家其實還蠻常去的 因為第一個免費 然後第二個我覺得 孩子真的是需要去感受 不一樣場所的一些氛圍 跟練習那個 自我約束的一個能力 所以這樣子一個 其實第一個 我們剛剛討論到 你一定要選擇 適合孩子的場所 如果你家的孩子 是年紀比較小 或是他的自我控制能力 你覺得他比較不受控制的 那你不要整天 把他往美術館那個地方推 他一定會覺得很痛苦 然後你也會抓狂 然後路人也會催你 這個部分大家都很痛苦 所以選擇適合場所 真的很重要 那第二個 你們剛剛說的小孩子 聽話這個部分 我覺得這個東西 應該是從家裡面的教育 家長的一些管教教養這個部分 你平時應該怎麼樣訓練孩子 去聽你的話 比如說你出去 大家去大賣場買東西的時候 孩子能不能夠接受你的約束 我們只買一個巧克力 一包餅乾 而不是隨便就路倒在地上 有一些平常可以做的事情 不要等到出去玩 才要求你要聽我的話 這個部分應該是家長 自己要先思考一下 第三個 孩子絕對都聽得懂人話 即使兩歲的孩子 所以行前約定真的很重要 等一下我們要去什麼什麼地方 所以你會看到 比如說科博館裡面的大恐龍 那孩子那個動機 就被你激發出來 可是科博館這個地方 會有很多人 所以可能待會兒 你要跟媽咪牽著手 不然你會被壞人抓走 等等等 你做這樣的行前 預告跟約定 孩子一定能夠受教 那最後一個 也是最重要的 我們常常會出去外面 看到孩子就是會尖叫 路倒或是說 妹妹寫著鏡子觸摸 她就衝上去 坐在上面 耶 起碼 常常看到這樣的行為 那這個時候呢 家長應該做的第一件事情 你不需要生氣 你應該是直接告訴她 寶貝這邊禁止跨越 直接把她抓下來 讓她錯誤的那個行為 直接制止 這是一個非常重要 因為如果你覺得她兩歲 現在可能還不懂 聽不懂你不約束她 等到她三四歲 你突然約束她 她會覺得奇怪的是 你這個大人 為什麼我以前可以做這種行為 可是你以前沒有約束我 那反倒是我大班了 國小我才不能做這樣的動作 這是一個錯誤的教養 所以不當行為發生的當下 請大家不要客氣 直接把孩子抓下來 但是不要生氣 直接告訴她 寶貝這邊禁止進入喔 我們去別的地方玩 就這樣帶走就好 小小小的 等一下到那裡就蓋了 等一下 等一下就開開了 那人公園不及形象 我們每次都看很多父母小孩 都怒目相相似有沒有 拳腳相向 最後拜信而歸 就是這樣 是 好 這是半日的輕鬆行 對 時間再拉長一點點 來 第二 半日真的輕鬆了之後 再來進行下一階段 寓教餘樂的當天來回行 一天的喔 對 一天行程 有沒有推薦哪裡 人府 我個人如果有到一天的話 也就是說可以玩到晚上的嘛 對 就晚上我們再回來 然後我自己就會去宜蘭 常帶小孩子去宜蘭的山上 去溪邊 然後我們到了晚上 我們就帶一個頭燈 帶一個頭燈 找一個乾淨的溪流 到了晚上 我們就帶網子直接去撈蝦 就這個 就這個 好酷喔 我們就會直接... 沒有... 罵了 這道具就對了 拍照的道具 沒有 買兩隻來拍照 爸爸排天的時候先倒下去 晚上才有這樣 沒有啦 烏斯坦海鮮店都一箱一碼 你撈就好了 宜蘭的山上 你去比較山邊 有一些溪流 甚至有時候不用找溪流 是找水溝 你就可以去撈到那些蝦 這個是我們小孩抓蝦的裝備 對 然後這是我們一個晚上 可以撈到這麼多蝦 真的是買的 真的是抓的 你要花不少錢耶你 你們不要這樣冤枉他 到底花了多少 大概差不多 那個就是在他溪流裡面 然後他有一些聲索 我說不要到溪流 你去找水溝 就是那種 山上很乾淨的大水溝 你去那邊撈 對啊 我們就直接帶我那個 露營的小火爐 然後裡面放油 新鮮的就這樣炸完 然後我們就蘸一點 鹽巴跟胡椒 我們這個小孩真的會愛 你說我早上的時候 我就說好 那我帶你們去苗栗 我們到苗栗幹嘛呢 在那個剛起床的時候 天微亮的時候 我們就來挖竹筍 你看這個 挖竹筍 這一個嗎 這個竹筍是我們去挖到的 有沒有被農民打 沒有 因為它那個是野生的 山上的竹筍 然後我們就直接帶小朋友 這個竹筍的長度 一看得到是沒有人在管的了 對 這個真的是我們自己去挖 這個可以吃嗎 可以 可是這個很刮了吧 比較刮一點 這個就是比較有點 類似於小朋友很開心 但是對小子來講很開心 很開心 就看大家一想 然後越挖越挖 最後把他這樣割下來 很有趣 長起來就是那樣 講完那個農夫 終於找到兇神了 沒有 竹筍不見了 沒有 那個是野生的啦 就生生的 我辛苦了 誰這麼多吃 我吃了 那隻腳... 接下來這個就是 晚上我們要吃的牛肉 有沒有 沒有啦 你們不要什麼都覺得要吃掉 我們不是活動 我們要什麼都想著去吃 但那個海參館就說 這個魚肉很嫩喔 倒是這樣 看到那個很大的食班 這龍膽食班吃得好啊 讚啦 明明我們要講生態 結果到最後都是在想說 我跟妳講它清真特別好 沒有這個就是餵牛 倒數他們說吃了牛... 牛呢 如果吃了... 牛如果吃了新鮮的草之後 它的牛肉就會有草的味道 但許老師 如果說我們孩子 用年齡來區分喔 是 幾歲到幾歲 我們應該怎麼去安排 不一樣的一日行程這樣來做 我覺得我們在分那個年齡 跟地點的時候的規劃 零到三歲 我們通常會抓一個階段 一個階段 零到三歲適合的地方 其實不用太講究 妳就是給他一塊地 空曠的地方 那他就是需要去追趕跑跳 零到三歲的孩子 你真的給他一些操作的東西 其實他也不一定玩得太久 所以他需要就是一直跑跳 去消耗他的精力 所以空曠的地方 我覺得適合是零到三歲的孩子 大動作跟大腦發育絕對有幫助 那接下來四到六歲的孩子呢 認知開始越來越聰明了 所以剛剛的一些體驗的部分 包括一些手作的部分 那另外一個要提醒爸爸媽媽媽 四到六歲的孩子 剛剛提到了為什麼 甄莉姐家的小朋友 會想要去找Vicky家的小朋友 因為四到六歲的孩子 需要有同儕 他們需要有一個同伴 一起玩一個共同的遊戲 這是兒童發展一個 很重要的一個階段 所以這個年紀的孩子 他找不到伴 你可以幫他找一個地方 是旁邊有其他孩子的 那他就會一起去 想辦法去認識旁邊的小孩 我們一起去怎麼樣去玩 這樣子一個東西 所以像最近還蠻流行的一些 像那個新社的花海 也還不錯 對 那接下來七歲以上 基本上我們會覺得 七歲以上的孩子 需要一個是 比較是解放的教育 我們讓他學習課本 學校以外的一些 操作的一些經驗 所以這個時候的孩子 他們需要就是 多一點探索跟遊戲 把他們從學校裡面 釋放出來 我覺得七歲以上的孩子 他們需要一些 比較主題性的活動了 對 可以做這樣子一個規劃 好 那再接下來 更具挑戰性了 剛剛這個都是沒有過夜對不對 對 來 第三個 第三個就是 這裡講到過夜 這個就比較辛苦一點 對 人服的經驗很豐富 對 大部分 可是我的外術經驗 大家都會很害怕 都講出來 大家都會覺得比較難以接受 怎麼說 就是我比較特殊的外術經驗 就是錄影 你真的是 不住飯店 對 因為一般人都會覺得 一聽到錄影都會覺得 哇 想到那種童軍 那個時候有沒有 一個小帳篷 然後是有人擠在裡面 地板還會潮濕的 對 然後要出去尿尿又找不到 蛇會不會就在外面 對 會不會要先撒什麼石灰 會不會蛇會爬進來 對 其實現在的露營 非常非常的先進了 它已經是一個非常好的 露營規劃好的場地 所以它廁所不用擔心 洗澡也都是有 良好的衛浴設備 給你洗澡跟上廁所 那這一張呢 就是我之前去露營 在哪裡啊 有一個從 這個是在新竹 在新竹那個地方 然後呢 它這個其實就是 現在露營地都這樣 一層一層的 然後你每一層 就會有自己的view 不會看到 每個人有自己的一個小地區 那這個是我們晚上呢 就訂了一隻烤乳豬 我們就可以到山上去 然後晚餐 就所有的人生個炭 然後我們就直接在現場 自己烤啊 自己烤啊 然後那天等待的時候 大家就開始晚上 因為在旁邊有生個小夥嘛 那晚上小朋友就可以帶那個 仙女棒 仙女棒 然後就可以去玩 那那個畫面就非常棒 白天 你會自己帶這個啊 對 這個也是在 這個同一個地方 在新竹兼石 這個是叫 納納布河的一個露營的場地 然後呢 我們就帶了 自己帶那個充氣的泳池 對 那這個的話呢 是我們常常會去 我們就會去花蓮 木骨木魚 對 哪裡 在花蓮 對 非常非常漂亮 它那個河流啊 你都可以看得到底下所有的石頭 然後我們就會帶小朋友去溯溪 然後我們有一家人穿那個 這個 好玩 就是我們一家人去溯溪 一般人大家都會覺得說 溯溪 小朋友怎麼去 對不對 你大人都已經走到那麼累了 我告訴爸爸媽媽 其實跟小朋友去溯溪非常好玩 為什麼 因為呢 對於我們大人來講 我們都覺得一定要 是這樣沖 你不用去走那個路 你就走旁邊的小溪流 你試試看 你跪下來去走 其實我們一般站著的時候 水可能直到這裡對不對 對 可是當你跪下來 跟小朋友一樣高度的時候 你會看到水這樣子的時候 對 你就已經覺得好像在溯溪了 所以小朋友你帶著他 其實很安全 你只要走旁邊那個 很淺的部分 小朋友走起來就會覺得 好像在溯溪了 就跪下來說 來來爸爸幫你 他們就這樣子一起弄 其實大人站起來 結果到這裡 對 可是你就蹲下來陪小孩玩 安全性也顧得到 安全性也顧得到 然後也不危險 然後其實他 小朋友在走的時候 一樣就會有那種 小朋友就覺得 哇 趴下來 就很有溯溪的那個感覺 所以我們就會帶大家去 然後或者是 我們到花蓮會去夜宿 在他們的那個海生館 他晚上可以跟海豚一起睡覺 所以你晚上的時候 因為海豚很親人嘛 所以海豚就會常常 你在有人在那地方的時候 海豚就會過來 就過來 然後他就會過來 一直頂那個玻璃 對 他就要找人去跟他玩 所以我們就會這樣子 手這樣晃一晃 他就會跟著你的手這樣 唉唷 老公人浦 像你現在安排這種 比較戶外野外的這一種行程 記妹妹OK嗎 那小孩會不會遇到生病 或什麼突發狀況 其實我覺得 大家都會覺得露營 好像女生一開始 都有點懼怕 可是他只要到了現場去 像妹妹我第一次 大家去露營了之後 他看到小孩子 跟其他小孩子有建立 剛剛那個徐老師有講 小孩子需要的是一個社交 那因為一開始的時候 我們去沒有這樣的想法 可是後來有一天看到一個姊姊 她才國小一年級左右 她就每一個帳篷都會過來打招呼 然後就看看有沒有什麼 其他小朋友 就開始慢慢拉攏 拉攏 我們就覺得 這好像是一個不錯的方式 我們就鼓勵 我們就鼓勵 對 我們就鼓勵我們的小孩子說 你到了一個場地之後 爸爸媽媽在這個地方 我們都看得到 你可以自己去社交 你可以去找你的朋友 所以他一開始很無聊 都跟在旁邊 我不要 我不要去 我不要 我不要 一開始都躲著 然後可是後來久了 他發現有人來找他 他發現幾次相處下來 好像這樣子的接觸 並不會尷尬 這也是社交圈 這也是社交圈 對 所以他每一次都有 跟不同的人去練習 所以我就覺得 他現在就比較不會怕神 但是生病的問題 是的確要注意的 對 因為我個人認為 生病喔 住在家裡跟大自然 其實是一樣的 因為一樣都是一個帳篷 住在家裡面 可是有一次比較好玩的是這樣 那一次我們就是 好不容易安排了一個 四天三夜 比較長的時間可以露營的 然後我就說 好 我們要去 結果要出發的前一天 我小兒子 他就感冒了 那我心裡想說 怎麼辦 感冒了 取消啊 那在家裡 怎麼可以取消呢 好不容易有這樣的行程 在家裡也是讓他睡覺 那去到那邊 他可以玩一玩累了 也可以睡覺 還好 還好 那我們就去吧 天氣也不錯 又不是說很冷的天氣 有溫溫的 OK 好 那我們就去 那去了之後呢 第一天玩 玩得很開心 小朋友也雖然就是有點像 暈暈沉沉的 可是只要睡醒了之後 也還是玩得很開心 好 第二天呢 因為大家睡在同一個帳篷 換我女兒也感冒了 對 我看到了 糟糕了 就因為是在帳篷裡面 大家都密閉 對 第三天 我老婆也感冒了 完了完了完了 就只有我一個人是健康的 很好 那你還撐嗎 我就跟他講說 恩... 其實我帶你們去看一下醫生 看一下狀況怎麼樣 於是我就開著車 然後拿了三張健保卡 一次塞三張過去 就三個人進去裡面看 你看看完了以後呢 走出來 我老婆很語重心長地跟我講說 老公 我們不希望連你也生病 我們可不可以今天就回家 然後我就看一看這樣 恩... 好啦 我回去收帳篷 我就要妥協 妥協收一收 那我們是因為每次 就是每年我們固定會出國兩次 就是過年跟暑假 所以我們就是會帶小朋友 然後當然都是一起揪 大家一起去 那我們之前就是會 像暑假的時候還會帶小朋友去念那種夏令營 去美國念上那種夏令營課啦 或者是像我女兒去年的過年前 她是自己去跟別的學校的小朋友 一起去巴厘島 上八天的課 自己啊 對 她自己去 我女兒那時候八歲啦 她八歲了 對 所以她還蠻OK的 自己還蠻勇敢 因為上課就是 她在學校英文也還OK 所以她就去上那個課 她覺得蠻好玩的 那像我們就是 我是覺得因為小孩子小 像我兒子還小 去哪裡只要有游泳池 她就可以一天了 對 再小一點 只要有沙灘搞定 對 大一天天游泳池搞定了 沙灘游泳池 她就可以這樣真的玩一個下午 不會吵也不會鬧這樣子 那再來就是 這是我們跟Vicky 我們一起去北海道 那時候去北海道 過年的時候 過年的時候 那我們也都是同樣一個定點 最多就是換一次飯店 不然它通常就是 還是同樣一個飯店 帶小朋友在那邊滑雪啦 然後去附近旁邊逛這樣 這也是在北海道 然後那是暑假的時候 我們一樣也是帶小朋友 一起去那個 都是樂園 去樂園 因為其實小朋友 還是會比較喜歡去樂園玩 對 所以你抓到的那個主種就是 第一個飯店不要隨便這個 不要換 因為有小孩的關係 定點的 以定點為主 然後 然後 然後再來就是那個 譬如說樂園 我們不會說同一個樂園玩三天 我們會一個樂園玩一天 第二天就換另外一個 第三天再換另外一個 對 那當然這樣其實就累到媽媽了 真的很累 因為你知道我們每次過年 不是過年 我們暑假出國帶小孩去玩 永遠都沒有爸爸同行 我們都是媽媽 真的喔 帶小孩 因為爸爸都說要留在台灣賺錢 沒有 而且媽媽都要工作 那個時候都要巡演剛好 卡在那個時間 那沒辦法 他們是巡演啦 所以我已經習慣一個人帶三個了 聽起來有點漂亮 聽起來有點酸 聽起來有點酸 沒有 我覺得這樣反而輕鬆 你知道嗎 對 因為如果加上爸爸 爸爸也很囉嗦好不好 帶爸爸還不是帶小孩 真的喔 那你們有沒有想過我們爸爸 你們有沒有覺得 媽媽囉嗦的 你可不要去嗎 應該就是這樣 他還覺得囉嗦笑的時候 你們去你們去 我們去 對啊 哪裡說我們愛玩 那你們知道 拿一大堆行李是什麼感受 我們去也不過就是拿個行李的 還不如帶台灣好好賺錢 說得也是 那你們去拿行李 你們要帶多少 都拿 都去 來 Vicky 那你怎麼安排 難忘的喔 我覺得最難忘其實 因為我們在年初的時候 就發現有一家航空公司 它有約會機票 就是長程加短程 我知道 所以那個時候 我們就第一時間 就馬上先訂了那個機票 因為我們覺得 我們要去美國太划算了 所以我們就先訂了機票 把時間訂下來 那我覺得我很開心 因為我覺得 我比較不是一個會計畫的人 但是小禎很厲害 我們一去 我們就住朋友家 他就先預訂好 就是朋友有一個房間讓我們住 所以我們就住宿費就省下來了 然後我們只要花在租車上 我們也是請朋友 當地的朋友幫我們 找到最便宜的車子 所以我們就開了一輛車 我們幾乎美國所有的 加州的樂園都玩到了 然後所以我 我錢反而帶不夠 因為花太多錢 在遊樂園了 所以在這邊也教大家 就是美國我覺得他們很流行 網路購票 譬如說你兩個 比較便宜嗎 對 便宜很多 先買 越早買越便宜 那我覺得很難得 就是我們真的 就是一輛車 就是連Vegas我們都去了 然後去到那裡 我覺得我的女兒非常的怪異 她很愛去那個蠟像館 所以美國 不管是冒牌的蠟像館 還是正統的蠟像館 我們都去了 甚至後來我們到日本 她也要去蠟像館 所以我們三大蠟像館 不同的蠟像都看過 下次我應該給她看一下 恐怖蠟像館 對啊 妳也要下次看 那個蠟像為什麼那麼真 因為裡面都是真人 對 嚇死了 小心她會動 她會自己玩 譬如說看到那個Lady Gaga 太巧了吧 我怎麼會在這裡遇到Lady Gaga了 然後就那裡拍一張 不過徐老師 如果是要安排中 兩天以上有住宿的 這時候要注意什麼 我覺得兩天以上 剛剛大家講到一個重點 我們在規劃行程 都大概是從半天半天去CUT 所以可能早上我是定點在一個 一個樂園 下午可能在一個美術館等等 半天半天去CUT 是比較適合孩子的活力 因為它半天 它可以休息一下下 又有Energy 再玩下個半天 那在選擇地點方面 有可能要提醒一下 就是說孩子畢竟還是孩子 所以它需要有一個空間 所以你玩的那個地點 有沒有一個空間 是可以讓孩子去跑跳的 去自由去Play一下的 另外一個 那個地方的硬體設備 對孩子來說是不是親善 比如說年紀比較小的孩子 它有沒有一些娃娃車可以租借 或是說不入室 一些熱水 一些等等的設施 廁所數量夠不夠 對孩子來說很重要 那或是說飯店的時候 如果是要住外面的飯店 可能嬰兒床 一些東西 爸爸媽媽如果先可以確定的話 我覺得這個部分 對於旅遊的行程規劃 應該會來說會比較安全 其實我剛剛就是聽到仁浦哥在講 上次在上節目的時候 聽到介紹野營有多麼好玩 多麼有趣 那我真的受啟發 然後也真的帶孩子去野營 然後也把它拍成影片帶回來 變成一個很棒的紀錄 那其實就是孩子在野地生活 然後自己做蘋果派 然後做這樣子的一個 體驗的這種動作 然後讓他們的印象 就非常非常地深刻 野營真的是很推薦大家去的事情 因為我覺得在野營當中 學習到的是 一個家庭的一天 從早上起床 大家就在一起 我們要來做早餐 因為通常在家裡的時候 就是爸爸媽媽去做早餐 小孩子可能在看書 可能在玩玩具 他沒有參與這一整天的行程 可是你去野營的時候 是全家人會做這些事情 洗菜 洗碗 洗完了之後你們跑去玩完 玩完了又要回來準備晚餐 所有人都是一整天 都在完成家裡面該做的事情 因為你秉除了很多電視電腦 對 他就一定是跟家人生活在一起 而且比如說像在台灣 如果我們今天隨便出去一下 你要過一夜就好了 一個晚上住宿費最少四五千塊 可是如果你去露營的話 一個場地有的便宜的兩百五 貴一點的可能五百塊 一個晚上 剛剛露營的行程也是蠻多蠻好的 可是很多人想說 第一個怕小孩生病 怕被蚊蟲咬 那帶點防溫衣是不錯的 那如果說想要在這種中間產品的話 就是說我又不想要露營這麼刻苦 我又想要有那種野外的感覺 那我就覺得說你可以去一些 原住民部落的主題之旅 對 因為像這種也是很適合 為什麼 因為第一個 現在有很多的原住民部落 像宜蘭就有個輪皮部落 它是泰雅族的部落 它很方便是你開車就可以到了 然後到那邊之後 它的民宿其實就已經 佈置就已經很不錯 那晚上它民宿的主人 還會帶你去打獵 然後教你怎麼設陷阱 那另外它會給你一些 原住民的一些DIY的活動 它也會告訴你他們怎麼野催 因為這樣子這種的話就是 你又可以體驗到那種 就是一起 全家一起坐的感覺 可是呢你又不會擔心說 到那個住宿的環境 所以像這種就很適合 好所以你看喔 不管是你安排是班日一日 還是有過夜的 我覺得應該要多多帶孩子 走出戶外 對 不要再只是在家裡面 爸爸媽媽做自己的 孩子去打發自己世界 我覺得那個是非常不良善 在哪裡也要旅行 然後大家都能玩得開心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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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謝謝 谢谢大家